前尘影视 如梦如幻 泰山北斗 永垂高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上节我们说到 地老慈悲 不忍心给发心居士增加负担 于是将随行人员压缩到最少 本来一切已经准备妥当 不想第二天却来了一位 执意要求随行的借连法师 这可怎么办呢 地老会带他同往吗 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故事 第二天 又来一位借连法师 他是华山的法子 也是地老的旧学生 他来的意思 也是想跟地老去听经 当时 我们和地老住两个屋子 手游由人员压缩给他在地老跟前 传柄了一声 地老说 叫他来吧 这时 人山法师就领借连法师到地老屋里去了 地老屋里去了 你来干什么 宁老慈悲 借连说 我的法和尚让我到这里来 一方面 看望看望宁老 一方面 要让我跟宁老到北京去听经 嗯 不能去 因为那里办事的 都是居士 我们去了之后 要找下处 包吃饭 你怎么便于去 老法师慈悲 我可以四处旅费 自备伙食 只要能听经就成 嗯 住处不是还让人为难吗 借连师的意思是 无论如何 只要能许可去就成 自己出旅费也算不了什么 至于到那里住地方 吃饭 既然都是出家人 而且还是地老的旧学生 他能眼巴巴不让我住 不让我吃吗 可是 地老也已想到这里了 他是我的学生 如果答应他去的话 一切吃 喝 住 睡 哪能好意思让他自卑 其实 地老不让他去 并不在吃 喝 住 睡上 而是另有原因的 地老住里边一个屋子 我和人山法师两个人 住外间一个屋子 当地老和借连说话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借连要求了半天 横说 树说 地老也没许可 他很失望地就出来了 到外屋 见到人山法师说 我这次来 是预备跟老法师去听经 可是 老法师无论如何也不许可 况且我来 是受到我法和尚之命 叫我跟地老去听经 再求几年学 如果去不了的话 我法和尚一定要疑心 说我品行不好 不然 何以不让我跟去 他说完以后 有点发愁的样子 就央告人山法师 到地老跟前去要求 人山法师本是一个直信字 好面子的人 无论办什么事 都很痛快 又经借连法师这么一样告 他说 好 你在这儿等着 我到地老跟前 给你要求去 人山法师的口齿 本来很流利 讲起话来 反正都有理 把借连来的意思 原原原本本给地老说了一遍 但 无论怎样说得有理 地老总是不许可 原因 是恐怕跟去倒架子 等人山法师问到 等人山法师问道 为什么不许可时 地老才把这一段 因由一五一十地 道出来 是在不久的以前 有一位居士请地老吃 一共有四个人 其他二位之中 有一位是借连的太老和尚也在坐 这位供齋的居士 是已经受过菩萨戒的 对于佛学也很有研究 在吃过斋 闲谈的时候 那位居士问 按凡网经上说 凡受过菩萨戒的 虚发菩提心 如果在路上遇到病人 无论相识与不相识 都要下车尽力去救护 不然就违犯菩萨戒 不过这里有一种困难 如果遇有要紧的事情 下车去救护病人 则耽误了事 不去救护 则犯菩萨戒 这时怎样才可以呢 按佛教 有宗 教 律 三大门庭 宗下专讲参禅 教下专门讲经 律下则专门持戒 地老他本是教下的人 对戒律并没有十分研究过 而且又有华山的太老和尚在做 他是专门讲律的人 所以地老当时就答复那位居士说 我是教下的人 对戒律没有细研究过 这里有华山的太老和尚 他是专门讲律的 这问题可以让他答复吧 地老把这问题很屈心 很谦恭地让到太老和尚那里去了 谁想这位太老和尚 也毫不签词 一点也不加思索 就说了出来 哼 大哥就马马虎虎吧 这时在座的人都鸦雀无声 地老的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红 那位居士也闭口无言地微笑一下 扬起脸来 看看屋上的天花板 后来地老觉得这种说法太难为情 太给出家人失身份 又把刚才的话题接过来 略略地加以解释 这事情虽是一点小事 然而也并不那么简单 在佛家的戒律里 戒相甚多 分 开 遮 吃 饭 在持戒里面 还分 持持与坐持 我今年已经很大岁数 脑筋不好 对于那些戒律的细项 也记不清楚 所以 现在也不敢说一定对 如果说错的话 恐怕 恐怕这里边要违背因果 这事情 等我详细看一看 再告诉你吧 屋子里的空气紧张了半天 经地老这么一解释 才算稍微和缓一些 而几个堂堂呼大法师 在这个尴尬的局面里 也算找着下台阶的地方了 不过 这一次应供 是以地老为主席 而且他的名望 身份 知识 地位 都与其他法师不同 所以 他总觉得 太老和尚那样打法 是连累了自己 也跟着同样的倒架子 话又说回来 等地老把这段阴游说完以后 又对人山法师说 你看看 他们山上的太老和尚 尚且办出这样事来 其他就不问可知了 况且 借连奇奔无比 好了 你回去吧 告诉他 不能去 人山法师 闹了个没面子 也回来了 借连法师 人山法师说 我已经给你费很大劲 也没请求下来 很对不起 你先回去吧 何必一定要去呢 但是 借连仍是放心不下 一定要跟去 人山法师看他 一直很坚决 就给他出个主意 说 好了 借连法师 你不是自己有钱吗 你可以自己打船票 不让地老知道 这样 等地老看见你到船上时 也不能拦挡你 等你听完经回来之后 你法和尚还会知道 是让去不让去吗 到第六天 招商局的船来了 帝老买的头等舱 住房间 而借连也买的头等舱 凑巧 按号头 却和帝老住隔壁 帝老以为 借连已经回山 难想到 他也一块儿来坐船 而且还住在隔壁 我和人山法师 本来早已知道各种消息 所以见了借连也不言喻 而借连在地老跟前 出来进去的 也是不言喻 不过 地老一看到借连时 两眼直瞪 气得撅着嘴 一句话也不说 到了吃饭的时候 普通一般人 都肉鱼地吃荤菜 特令给出家人弄素的 本来 个人坐个人的船 吃饭的时候 也可以个人吃个人的饭 这是说 普通一般人的情形 可是吃素饭的人 没有多少 而且就我们几个出家人 所以到了茶房开饭时说 大师 吃素的人没有几个 这是丹令给你们做的 你们都是出家人 就在一块儿吃吧 省得个别去开 地老对借连 早已就没有好印象 而他偏扭在地老眼皮子下 过来过去的 吃饭的时候 茶房又叫他 给在一块儿吃 论理 个人花钱 个人吃饭 谁能不让谁吃呢 所以 他两个人见了面 彼此瞪眼 一句话也不说 然而我们两个人 却禁不住 在背地里 挤眼微笑 佛门向来慈悲 更何况 对方是一心想像学 可地老这一次 却格外地坚决 原来 这其中 还有这样的姻缘 其实 几乎很少有人知道 和尚一词 在繁育中本来的意思 就是 亲教师 诗者 传道 授业 解祸业 正所谓 无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 难遭遇 我今见闻 得寿持 愿解如来 真实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欢迎您下次 继续收听